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偶 我叫王珠 二十二岁没人疼的野孩子 因为家里一听如洗跟母亲相依为密 小学都没劳着毕业症 前几天家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母亲身患绝症 一时之间 我成了家里的主心 要筹钱给母亲治病 一向把我当成笑话的二大爷良心发现 车给我介绍了一份高薪工作 还不要学历 第二天二大爷专程送我去了地方 把我放下车 二大爷就一溜言开车好了 我下车抬头抬头一看 居然是病一怪 我正扭头想跑 里面出来了两个人 硬生生的把我给拉了进去 把我扔在了停时间的门口 小子便宜你了 要不是二哥带来的人 还没这好待遇呢 以后你就在这干 我挣扎住跑起来 想往外 却被他们一把揪住 一脚给我踢了进去 老锅头这小子 就交给你了好好调教 我木然地站在原地 这里的温度 明显比外面低好几度 我刚一进门 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此时停时间的角落里 一个背对住 勾搂着腰的老头 悠悠开轮 别又是个没用的废 干不了几天就吓跑了 我知道这大概就是 刚才那人口中的老拨头 专门负责掌管停时间的 早知道是殡仪馆 我也不会来 少拿我开心 我不敢指使老锅头 而倔强到 心想才不会留在 这地方工作呢 找个机会 我肯定走 忽然一股浓重的烟臭味 浮面而来 老锅头抓住了我的手臂 枯树一样的手 正在限制住 我脸恨不得贴过来 老锅头一只眼睛是坏的 整脸咯咯哒哒 非常丑陋 我甚至感觉到 浓浓水已经沾上了皮肤 我吓得连忙后退后背贴在了铁柜子上 铁柜子的冰凉夹杂住含义 袭卷全身 老锅头儿还是嘲讽 呵呵他就是当人贩子 赚你这个倒霉鬼的差价 殡仪馆这个地方 只要是个人就能来 不被吓死就有吃 有何钞票塞满兜啊 你 我耿住脖子 无话可说 心中已经了然 我就说嘛 二大爷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想走也可以 看看谁要你这个大字 不识几个的愣口心 老锅头不说话了 拿起烟袋 靠在一边再不停地踹 火星明明暗暗 如同我此时阴晴不定的心情 浑身的血液 正在不停地往头顶换 奋不得立马就出去 把二大爷腿打断 若非是他这老锅头 怎么对我撂若执掌 我现在就给你打下手 但是工资一分不能少 我撸了撸袖子 视死如归 反正没学历 比死人卖命 都比眼睁睁 看着母亲病死强 活人不带见我 我就不信死人 我还拿你扶住 拿好了烟袋 是个好东西 拿不好你小命不好 神不知鬼不觉 我跟住老锅头儿 已经站在了平时柜前 拿着他的烟袋 轻松得很 难道这就能月薪五千吗 人平常都喜欢动摊两下 这尸体也不例外 得给他们松松筋骨 老锅头熟练地 打开了柜子 但明显是故意的 面前很大的空隙 硬是挤得我上前一步 铁皮柜子打开 我故意没低头 一阵浓郁而又诡异的寒气 迎面袭来 老锅头趴得一巴掌 打在了我的后脑手上 你小子真当我伺候他们的 被老锅头一手肘 导致我往前窜了很多 身子失衡 低下石器 猛地钻入了我的鼻腔 头颅里火辣辣的 嗨嗨嗨 一边被老锅头儿狠狠地 捂住嘴几乎止气 一边跟里面躺着的这位四目相对 骨瘦如柴的老人 尸斑遍布全身 唯一诡异的是 他竟然睁着眼睛 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弧度 肚子鼓得像个啤酒 好似被打气管灌了气一般 身体上的血管 也已经如蚯蚓般凸起 勾勾赫赫 皮肤呢 还是青一块 紫一块 就好像受到了虐待 我以为自己眼花出现了 幻觉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只是刚刚的现象已经消失 老锅头儿拎着脖子 被我扭到了一边 你小子不想活了 敢对死人吐息 多了这一口洋气 他会变成厉鬼的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个老者 对我诡异笑的模样 心里一个机灵连连摇头 想要驱散心中的剧院 你不推误我 嗯 本来我是想距离力争的 但是人在屋檐下 也是不得不低头 我把话咽回了肚子 不禁不看不离这三项 你记住了吗 也不要想着 从这里面捞油水 老锅头也难得没跟我计较 只是硬邦邦的 扔下了这些个字 看我心不在焉的 又是一烟杆而甩了过来 不听老人言 知亏在眼前 以后有你小子瘦的 看一个简单的眼神 我又回到了停尸柜前 做入职烤格 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第二个停尸柜面前 这是昏黄的灯泡 一吸一亮 仿佛是看鬼片似的 扭头一看 老锅头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等看瞬间渗透我的衣背 我的视线一阵恍惚 隔着最底层 我看到了一个红衣女子 在我纳闷的期间 她一下子飘到了我的面前 奇怪门锁的好包的 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汪中 紧跟着我感到脖子有些搔痒 好像有个人在对我吹冷气 娇媚动人地念出我的名字 只是这个语调略为冰冷 就在我打算回头的空档 老锅头而先前对我说的话 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赶紧闭上你 心里默念不听 不看不理 于是继续打开着 二号停尸柜 诡异的是 这里面躺着一具红衣女士 下半身沾满了冰霜 不如凝枝面容焦好 这具尸体 估计在这里已经很久 不然尸气也不会那么的浓郁 我扭头深吸了两头镜 转身用力将她抱出来抱住 然而当我的视线看到她的红鞋时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等等 我刚刚在她之前 貌似看到了一位红衣女子 一时之间我心里七上八下 差不多挨个问候了 老锅头的十八在祖宗一花 才不会见鬼了吧 却不想就在我愣神的空档 她忽然睁开眼睛 一双利爪伸向我 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坐不及防火操老锅头 我急忙挣脱来不及细想 硬生生地掰开这个女鬼的头颅 然而是那是空空空荡荡 除了我便是这个 不人不鬼的红衣姑娘 这是不等她的脚落在地上 我便一口咬住她的手腕 快速地朝白步窗走去 毕竟老锅头刚才说过 死者为大头脚不落地 紧跟着房门便被打开了 我瞅见老锅头 瞇住眼跑进来 正打算向她告状 低过头却发现 怀中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当场就猛了 吱压一声 仿若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吞了吞口水 朝着声员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Ihnen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